美帝骑士千万见 最最奇听我念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董乐 一个听懂听不懂都要假装懂了的正经女主播 欢迎来到今天的美帝奇闻榜 第一条 今日份最吸睛 手写笔记曝光了 特朗普曾经敦促司法部官员 宣布2020年大选腐败 欢迎登陆久违的特朗普小剧场 周五披露的最新文件显示 在去年12月底的一次通话中 时任总统特朗普曾经敦促司法部高级官员 宣布呀 这2020年的选举结果是腐败的 国会众议院监督委员会 周五公布了去年12月27号 这通变化的记录 该委员会呢 目前正在调查 特朗普为继续留任 推翻选举结果所做出的努力 去年12月27号 特朗普在于时任代理司法部长罗森 和他的副手多诺霍通电话 多诺霍在手写笔记中 记录了这次谈话的内容 根据这份记录 当罗森告诉特朗普 司法部不能也无法轻易改变 选举结果的时候 特朗普这么说 我没指望你会那么做 就说选举是腐败的救星 其他的事留给我和共和党 国会议员吧 特朗普补充道 我们有义务告诉人们 这是一场非法腐败的选举 根据多诺霍的笔记 特朗普在整个对话过程中 都在指责司法部 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 对于司法部的无所作为 人们很愤怒 尽管多诺霍在记录中 没有直接指明 特朗普指的是 哪些共和党国会议员 但是呢 他在这份记录的其他部分 提及了多位特朗普的盟友 比如说 俄亥俄州国会众议员乔丹 丁西法尼亚州国会众议员佩里 以及威斯康星州国会参议员约翰逊等等 就在12月27号 这通电话的几天前 司法部长巴尔宣布辞职 由罗森临时接任 巴尔在辞职前就表示 司法部没有发现 可以推翻选举结果的 大范围欺诈的证据 与此同时呢 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上个月公布的电邮记录显示 特朗普和盟友在他任期的最后几周 多次向司法部施压 要求调查有关2020年大选普遍存在欺诈的这种未经证实的说法 目前呢 司法部监察长正在就司法部官员 是否试图颠覆选举结果进行调查 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主席 民主党人马隆尼 周五的时候在一份声明中说呀 这些手写笔记显示 前总统特朗普在他任期的最后几天 直接指示我们国家的最高执法机构 采取步骤 推翻自由和公平的选举 马隆尼说 委员会已经开始安排与证人进行面谈 本周早些时候 司法部授权六名证人在众院作证 刘氏公众对最后几周发生的非同寻常的事件 十分感兴趣 第二条 今日份最大的案 这位美国男子差点骗走澳大利亚 一个州政府3亿美元 据路透社报道 大美帝的检方说呀 来自德克萨斯州的一名男子 承认参与了一起欺诈澳大利亚 新南威尔士州政府的计划 企图呢 以3.176亿美元的价格 向后者出售 他根本就没有的5000万枚N95口罩 这位大哥来自德州休斯顿 名叫杜利特尔 他在周二的时候 在休斯顿呢 就一向电汇欺诈贡谋指控 认了罪 检察官指出 杜利特尔和另外一名被告 艾兰恩亚 试图以标价的5倍价格 出售3M品牌的N95口罩 希望呢 能够获得2.75亿美元 其余的钱呢 则分给他们的经纪人 和新南威尔士州政府的代表 根据报道 杜利特尔可能面临最高5年的监禁 法庭预定在10月25号公布刑期 在此之前呢 他将一直被拘留 而对艾兰恩亚的指控 仍然是悬而未决 在一封电子邮件中 他的律师 说着艾兰恩亚是交易的中间人 试图确保交易双方 达成他们谈判的目的 值得一提的是呢 在认罪之前 杜利特尔还在6月份分别承认了 于涉嫌在石油和天然气交易中 欺骗投资者几项计划有关的电汇欺诈罪 在那起案件中 检察官同意 除了建议他在口罩诈骗案中被判刑外呢 还要额外在监狱里服刑四年 自这新冠疫情开始以来 全球最大的N95口罩制造商 3M公司 一直在努力阻止 哄抬口罩价格 以及其他不正当的销售行为 包括提起了36起诉讼 并且查获了超过4100万个假冒口罩 在一番声明中 总部位于明宁苏达州圣保罗的3M公司 表示对这杜利特尔的认罪感到满意 第三条 今日份罪难尼 空城竟然成为危险职业 近五分之一 在过去半年曾经遭遇肢体威胁 根据美国空城协会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 在2021年上半年 超过85%的空城人员 同不守规矩的乘客打过教导 这将针对将近5000名空城进行的调查显示 近五分之一的人曾经遭遇过肢体威胁 乘客的不良行为包括 提座位 推扫 向空城人员扔垃圾等等 美国空城协会周四的时候 呼吁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AA 和司法部保护机组人员 使其避免遭到乘客口头和身体上的骚扰 该工会表示 在向航空公司管理层提交的事故报告的空城人员中 有71%没有收到后续的消息 该工会主席纳尔逊在一份声明中说呀 我们不愿意接受这种新常态 我们知道政府航空公司机场和所有利益相关者 可以共同采取行动 确保我们的安全和飞行旅途的友好 联邦法律禁止乘客干涉机组人员 但是空城人员表示 不守规矩的乘客只是受到了轻微的惩罚 比如说暂时禁止旅行 截至今年早些时候 FAA收到了3600份有关不守规矩的乘客报告 比前几年都大幅的增加 该机构的数据显示 其中大约3000起事件都是由于空城人员执行联邦口罩令而引发的 然而迄今为止 在数千起事件中 只有两名乘客因为拒绝遵守口罩规定而同意支付罚款 FAA表示解决这类案件需要大量的时间 在全国下级旅行积增之际 不守规矩的乘客数量有所增加 美国航空业正在开始从新冠疫情中恢复 国内航班和机票销售量 仅比2019年同期略有下降 以上呢就是今天的美的奇闻榜全部内容 刀刀刀刀刀比刀 刀完今天刀明天 我是你们的董乐 明天的美的奇闻榜等你来哦 明天的美的奇人 我又来给vic 明天就先zzo 看看 4脏 4辅 3 3 4